有天氣冷他就會請客 然後有天氣冷他也會請客 然後看什麼有什麼狀況 或是附近有什麼Starbucks之類的咖啡店 他就會想說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就會親大家喝飲料 可是反而都是他 這個女孩子跟別人 女孩子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我從他身上學到一點 就是他對戲 尤其是武打戲 他都很棒感情 他都很開心 而且他有一個很擅長模仿的能力 所以他常常會模仿很多人 他只要把公式模仿的勾力 就可以足以參加全民大眾多 有一言我否認 是 他們是世人不清 說你內向害羞 我絕對不成功意 我只會一般人看到我第一眼印象 就覺得很有氣質 然後就是很愛念書啊 然後就是 氣質 這段戲演得真好 一仰眼無辜 漫畫中跳出來的女生 很有氣質 然後小孩子 哇 第一次說 聽說人家說自己說 我很有氣質 沒有啦 第一眼 通常在五分鐘至十分鐘之內就會破功 不會 我看到你三分鐘之內 三十秒之內 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很容易 親近很熱情 很大方的孩子 你的大發名字就是因為你愛請客嗎 不 其實也不是 我跟陳大利超久沒見面了 沒有 叫大發是因為我個人就是非常想要發財 所以每次大家都會說 然後我就有一天起來說 那我就乾脆叫陳大發好了 因為我就覺得陳奕涵聽起來就是好像還蠻有氣質的 我就覺得這樣會造成大家對我的誤解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叫陳大發 所以每個人都跟我說 欸大發大發 我就會說好好好 有一天一定會 都你的意思 就是集合大家給我的力量 然後有一天發出 然後我就半流水席請大家吃 然後我就半流水席請大家吃 你有一天就會大發 對 易涵跟你這個人有點不大嘎就對了 他有氣質 就是他比較有氣質 對 OK 剛才說了一個東西 到目前為止你同意嗎 嗯 他真的是名字有氣質 人呢就像大發 他是 男人婆 不是 他絕對不是男人婆 男人婆不是像他這樣子 你看 他都一直說 他絕對不是 那他應該是 他的確有內向害羞的一面 是有 其實我覺得戲裡面的角色就很貼近他 真實的他 真的啊 對我覺得戲裡面的角色 所以我世人不清了 也不是 你看到的是他的一面 哦 對 他其實是很標準的天蠍座 所以基本上你認識他很深耶 除了戲裡面以外 你們認識的真的蠻深的 嗯 所以外傳的就是有點真了嘛 就是朋友啊 下五號朋友啊 哈哈哈哈 五號 前四號誰 不是啊 陳一涵理事世界的另一頁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覺得我朋友不多 他算是第五個這樣子 二三四其實不在了 在 也還有包括跟你有關係的人 對 那他 你練習了你練習了沒關係 比如說 趙云庭 還有趙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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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沒有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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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張軍寧啊 修潔卡這些人都是 我覺得拍戲啊有這個這個緣分 真的是不錯的一個感覺 啊 來 剛剛有人說到你會模仿 我覺得這蠻有興趣的 我不知道這個 趙云庭才會模仿好不好 沒關係 趙云庭模仿誰 對 他就很 還是會模仿趙云 你模仿趙云庭 趙云庭都這樣啊 每次笑就 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張云庭都會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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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笑 我會就停住 我會就停住 我一直以為他做這件事 哈哈 好啦 這算打發掉了 老實說啦 我們在拍那個戲的時候 你看我那個廣告學 那個叫小明 阿明是不是 叫你學那段 對 你認識他練多久 一下 耍拖把那段 一天 一天啊 對 我們來看這段戲好不好 還在耶 來 喔 想再看一次 對不對 別走 阿拖 不要 幹 說 三拖 公司 月 哈 四拖 三拖 拖掌 天下地拖 地板光溜溜 老實說 那場戲 除掉了機器的就位沒有排好以外 他三次就排完了 而且他是不是分段的喔 他一頭頭舞到尾喔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超過定位了 要不然他只有三次 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 兩下子 我那個拖把也找了一個德行 一樣的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奇眉棍啦 對 可是那個拖把很難使 而且我之前沒學過棍法嘛 也是因為那個戲學之後 後來就開始練棍 所以你之前你也找了一個師傅 稍微教了一下子 我剛不是看那個嗎 你看那個 讓他的後面好痛苦啊 那就是一招叫 卑躬射約 他是可以射出去 然後 以前 我記得那個 楊朝偉先生演夢星魂那一版 他也有這個動作 就是 他把劍壓後面射進去 你要不要站這兒 這個位置 不過這個通常是拿來好不好 少必用的 沒有人拿來 大明星 大明星到這兒這個東西 好不好 對啊 待會兒那個大法 你用弄一段耳絲 小老闆 我可以表演拖地 我很家裡住出來的 沒事咧 卑躬射約 對 哎呀 啊 啊 就加的隨便加的 你知道嗎 我也拿了一段 那個 那個DVD給我啊 因為我要拍廣告 對你也要 我要先弄那一段啊 對 他年輕還好啊 那個 弄不過去你知道嗎 手啊 扁到後面去那個 再抽槍 哈哈 還有三七部攻堅不弄的 我在家裡練兩天 嗯 台北電影集的時候 嗯 我往看了有新聞 嗯 你得獎 嗯 就是聽說嘛 對 那我們 我們也看你這個戲了 嗯 你知不知道我看你的電影了 有啊 知道啊 那我們看完電影的時候 趙媽媽就講了 嗯 這丫頭會得獎 真的假的 嗯 演得真好 尤其你的大眼睛啊 所有戲都在你演 演珠子裡面啊 那你演你姐姐的演得也演得好 嗯 你們兩個姐妹 雙雙得獎對不對 都有入圍啊 是不是啊 演戲是有入圍金馬的 女配角的 嗯 那你覺得這個得獎 是因為你的演技進步了啊 還是因為他不能說話 我覺得是因為不能說話 所以你的表情特別深刻 我就說我不能說話的戲 跟現在流星是配音的 修飾了應該都會不錯 因為我平常真的太巧了 所以我盡量 我下次想要演植物人 或者是一些獅子 盡量不要有太多聲音出現 大家會看得比較舒服 我那時候就說我得獎 是因為我平常太巧了 然後 所以難得又不講話偏 所以評審給我鼓勵這樣子 我們讚美的跟飯店 除了挺濕以外 他都可以演 他不講話 你得獎那剎那 最希望跟誰分享 哥們嗎 還有家裡的人 家裡的人一定會講啊 可是家裡的人比較不會 那麼了解我工作的狀態 所以其實他們也不太知道 像我跟我媽他們講 然後你只是說 你怎麼沒有感謝誰誰 你怎麼哇 感謝什麼還說 我怎麼沒感謝他老闆 什麼的 然後我哥仔細也是 簡訊也來 沒東西 他就說你怎麼沒感謝我 就是你知道大家就是 重點都會放在 為什麼我沒有上去感謝他們 所以我們要替得獎人解釋一下 他不是在那裡拉拉長長的那種 無聊講一些廢話 真的 感謝東 感謝西 感謝誰 感謝誰 感謝上 感謝下 感謝完了四十八也過了 他不屑還行嗎 對 少露一個都不行對不對 對 當時趙琳坐你隔壁對不對 對 而且我本來不是坐他隔壁喔 我們本來其實位置是分開的 然後後來因為 就看因為大家可能走來走去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想說 就好坐在一起講話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等一下要辦講 然後那時候還在拿手機 然後趙琳就說 一手機收起來啦 等一下現在要把女主角當你上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你手機先給我 我就說不要那不可能 然後他們就會說陳藝涵 然後他已經抓著我想說 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你趕快上去啊 然後我就很緊張 所以那個時候感謝 可能也落了誰了